我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 就像 你像我的父亲那种感觉那边人似的 画面中尴尬的一幕 出现在今天的相亲现场 女嘉宾竟然在孟大哥身上 感受到了父亲般的感觉 那最终二人的相亲 还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呢 青老铁们一定要看到最后 下面开始今天的相亲 他哥怎么不介绍一下自己 我也不会介绍啊 那你叫啥呀 我姓孟 我姓杨 我叫杨立新 二人刚一见面 年龄上的巨大差距 让现场气氛顿时有些尴尬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孟大哥对年轻的杨大姐 竟给出这样的印象 说实话不是那么太可惜 孟大哥的话 着实让红娘有些惊讶 哎呦我的天哪 我都熬20年了 你心里还没说呢 有一种感觉好像不是那么 就是特激动似的 而杨大姐对孟大哥的印象 确实在意料之中 不是我喜欢那种类型的 接下来 杨大姐问起孟大哥的收入情况 你看工资现在多少退销 工资现在开两千五 我还有点别的收入 就是做买卖 有点像买卖 那也行啊 辛苦能过得去 每月反正加一起 加上工资 那时候就七千块钱 看得出来 彼此都没啥感觉的两个人 说起话来也是有一句没一句的 为了缓解这种尴尬的气氛 孟大哥主动给杨大姐讲起一件有趣的事 孟大哥原本是想用这个笑话来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可没想到却让杨大姐却从中挑出了毛病 孟大哥果然是个急性子 相亲才刚刚开始 他就要直接结束 而接下来杨大姐也不甘落后的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咱俩好像不适合 我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 就像 你像我的父亲那种感觉那边人似的 我是超前那种 厂样人就是好办事 赶紧把话说清楚了 谁也别耽误谁 就是你瞅我感觉你说咱俩能适合吗 我觉得你活那么太适合 既然话都说开了 现场的气氛反倒变得轻松起来 这我事了 你们给我点面子 不倒了点吃点饭 也包括你 厂样的孟大哥现场邀请大家一起去饭店吃饭 外向的杨大姐此时也打开了话匣的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杨大姐这一道 竟然让这场相亲发生了转机 你就去看那一种方便 你就算姐姐来 你说我来吃饭 我想吃饭 你给我说啥 因为毕竟我学过厨师 学过厨师 学过厨师 我学过厨师 学过家庭板子厨师 一听说杨大姐学过厨师 孟大哥突然眼前一亮 连看杨大姐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 你早说呀 早说呀 他早说咋的后悔了 就是 他会做饭的最大一个优点 那我想怎么你了 你现在 原来通过刚才杨大姐对红娘的一番敞亮 爽快的对话 让孟大哥对杨大姐的印象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好感度瞬间上升 再加上一听说杨大姐还学过厨师 孟大哥对杨大姐的态度 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头一次跟他唠壳呢 也没唠这么多 这刚才又唠了一次 这斜唠壳呢 应该说说话不太合适了 他说学过厨师会做饭 收拾屋子你们那个组织人说了 说特别感觉 挺可惜你说实话 了解了孟大哥的心意之后 红娘马上又让二人回到座位上继续再聊聊 这回孟大哥的表现 变得和刚才完全两样 孟大哥你看那儿能说是什么好看 那种好笑的是最大的优点 人家笑的有福 谁也不想找我有福的 孟大哥的一番公事果然见笑 杨大姐脸上的笑容都多了起来 接下来孟大哥乘胜追击 继续表现 你说用钱 媳妇不用钱吗 拿钱 我就想喜欢这种人 知道吗 那每月给你存了4000块钱 存的还少吗 什么保障都没有 你就说想 你就少这样一点 就少没有保障 你要是有保障 我都不会俩见面 说实话 接着孟大哥又抛出 他的终极宠极计划 孟大哥的这个计划 可以说是诚意满满 这么多相亲节目 从没见过这么敞亮的大哥 如此优越的条件 相信多数大姐都会心动 可杨大姐却偏偏不走寻常路 她仍然觉得孟大哥 给的钱太少 这4000块钱是怎么的 如果要是说 我有房贷一个月还 完了我再一年再交保险 我觉得好像也不怎么贷 多个这4000里 杨大姐的这反常举动 让经验丰富的红娘产生警觉 赶紧把杨大姐叫到一旁 想问个究竟 红娘的猜测果然没有错 说4000块钱不够花 纯粹就是一个借口 而真正原因 竟是因为这件事 其实不是因为钱的事 就是年龄的事 原来善良的杨大姐 为了不伤害孟大哥 所以才用了一招生动机器 让孟大哥觉得问题 不是出在自己身上 而这种善意的谎言 怎能逃过孟大哥的眼睛 最后二人的相亲已失败告终 好了 今天的相亲就到这里 如果有老铁对孟大哥 或杨大姐感兴趣的 欢迎留言区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